233. 《蘋果日報》 副普錫長子昏迷無力付約費 2015年7月14日兩岸要問A222以莫的中國國畫大師傅普錫的畫作價值連成 但其83歲長子副小石晚年卻生活老到,在醫院昏迷4年 須要其已輪以代步的妻子一直照顧他,難以應付高昂的醫療費 傅小石夫妻之所以經濟捉襟見找 皆因文革時被打入獄的傅小石已將父親畫作全數捐給國家 其妻亦不願售出傅小石本人的畫作 萬一他醒了,想要或枕魔版 其傅畫作已捐給國家傅小石本身亦是著名畫家 他於文革期間為保護父親的四百多張畫作 被指叛過頭的,坐了十年冤獄,期間疏斷了腳 道德已平反後,卻興奮過度導致老步中鋒 手術後只有左手能動 對於本身已有手作畫的傅小石打擊極大 但他未有放棄,嘗試用左手創作 其後的作品亦被受國際認可 在世界各地多家美術館和博物館均有收藏 直到傅小石四年前遇上車禍,腦內出血一直昏迷 半個月前更因肺部感染要住進南京中大醫院深切治療部 至今未有好轉,其妻黃宇宇一直對他不離不棄 但他們只靠夫妻二人每月合共近一萬元人民幣的退休金及工資生活 面對高昂的醫藥費可為杯水車薪 傅小石跟其他兄弟姊妹亦本來擁有其付四百多張畫作 但經協商以全數捐給國家 而傅小石本人畫作雖有市場 但黃森之畫作對政府的意義深遠 亦不願賣畫,以後還要為他辦紀念館 在歷史上留下有價值的作品 廣東金揚網赴普錫小檔案原名 赴長生妻子,羅氏為子女 十二個孩子只有六個存活 分別為兩男四女,長子為傅小石 亦為子名畫家,中國美協會員 七個包括大紅蒲等十多種畫策生卒 一九零四年於江西南昌出生 一九六五年逝世 中年六十一歲畫作最歌紀錄 琵琶行於二零一零年在香港以七千零八萬港元成交 不見得到